這個小狗玩泥巴或是這個小豬玩這些糞坑 牠很自得其樂 牠想處理嗎?牠不會啊 所以這裡我們伸出這個背心 伸出背心想要救保牠 引導牠照見這個五韻 這些是無自性的 是空的 希望牠以離開三界的苦惱 離開輪迴的痛苦 我們也是要這樣子 再看第十 又見眾生照生口意不善惡業 多受苦果 由故樂佐 事故生悲 不善惡業啊 我們生口意照這個沙道迎望惡口兩舌 忘語其語啊 貪嗔痴 這十種的惡業 我們到最後就會受這個果報了 苦果 我們現在有時候會看到 有時候看不到 因為牠造的惡業啊 有時候會現世報 有時候是來世報 那所以有現報 有生報 有後報 要等到陰緣到了牠就報了 所以這個善惡的業啊 我們看到眾生呢 牠沒有了解這個果報 所以牠還繼續在造惡業啊 生出這個悲心 牠不曉得 這是因為我們牲口去造的 感召的 只要我們改變這個牲口啊 那個果報就會改變了 所以我們看這個了環視訊啊 有沒有 了環視訊呢 牠就改變牠的 牠牲口的造作的業啊 牠一改變 牠的果報就改變了 你說你沒有孩子 以後牠就有孩子了 你的壽命只剩下多少年 牠就延長了 所以這些呢 都是我們要了解的 對三世因果啊 這個善惡報應啊 要去接受 再看第十一 又見眾生 可求五慾 如可飲鹹水 事故生悲 這是指為離開五慾的攤著 前面我們講 才色名十歲是五慾 有時候講啊 色身相畏處 色身相畏處 這五層啊 也是我們攤著的慾望 我們生活的享受 就是希望色 色就指物質 物質 外境的色啊 我們希望更好 我看到所看到的物質 這個杯子啊 要金杯子 這個木頭呢 要石木的 要Hinoki的 這個座位呢 要怎麼樣的 物質色 要越好 色身相畏處 聲音 我要有什麼樣的音響 要有什麼樣的聲音 深層 香 味 醋 色身相畏處 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我所感覺到的感官 都要很舒服 細滑 好聽 這些就是我的生活 所以我執著不捨 渴求 那個慾望 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習慣那種色 習慣那種味道 你改變不了了 所以我們越老 越改變不了 這下子麻煩了 我們越老 我們會養成一個習慣 我們的色身相畏處 變成固定了 我習慣這樣了 你不要改變我 一改變我就起煩惱了 其實我們也沒有很大的執著 只是習慣而已 你就起煩惱了 不要講執著 我們只是習慣 早上你就煮西飯給我 結果你就不煮西飯給我 你就是硬要呢 要來杯果 要來烤得那麼硬 我就不習慣 這個色身相畏處 我們因為習慣了 你改變了 其實我們呢 因為長年的習慣 我們也會執著了 那這裡講的是渴求 我們這種習慣還比較能夠放掉 還比較容易對峙 現在講的是渴求 就是你一定要這樣 否則不准 否則他就一定起煩惱 而且他一直渴求 他非常的 這種過當的 過當的 五欲的追求 所謂就變成了 財社名時歲了 或是這些呢 外境的 這些呢 六成的追著了 世界上的財戶啊 妻子 錢財 子路這些等等呢 去追求了 所以 生出悲心 因為這個是無止境的嘛 你怎麼樣追求你的感光器官的享受呢 無止境的 說什麼味道是最好啊 沒有止境的 沒有止境的 所以你都會痛苦了 再看第十二 又見眾生雖欲求樂 不照樂音 雖不樂苦 喜照苦音 欲受天樂 不懼足戒 事故生悲 第十二就是要糾正眾生的顛倒 我們眾生呢 雖然想要追求快樂啊 可是他不照這個快樂的原因 他卻呢 照這個苦果 他雖然不喜歡這個苦啊 可是他卻偏偏照這個苦音 他呢 要多拿人家的錢 來自己享受 他隨便牽手 順手牽羊 或是 或是呢 不勞而獲 他以為呢 我這樣比較快樂 可是你照的是苦音啊 你這樣是不對的啊 違背法令 違背戒律啊 你要追求快樂 那你呢 你要照快樂的音啊 快樂音 其實是在五戒十善 真正快樂的音 是在五戒十善 不殺生 不兜刀不歇 你不忘了 不飲酒 幫你飲酒看看 你說你很快樂 再來就痛苦了 馬上昏睡一天 雨雲倫次 你再來就痛苦了 所以你喜歡快樂 結果我說我喝酒唱歌跳舞 明天你就腰痠背痛 還要找醫生 到最後肝就不好啦 這是我們一般的快樂 所以這裡就是說 我們喜歡快樂 可是你照的是苦音 欲受天樂不居足戒 我們喜歡升天 有些人有相信宗教啊 喜歡到天堂去 天堂怎麼去呢 要守戒不居足戒 天堂呢 他一定呢 要守戒行十善 要武戒十善 要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看西方國家呢 大部分的人都很和樂 也喜歡幫助別人 也很開朗 我們說這些都比較天人的世界 他們比較會做善事 公益 西方國家他們的物質享受也比較好 他們本身有這種善法的功德 這是在比對上呢 你越奸貪的國家啊 他其實越貧窮 越貧窮 所以這裡就是說 天上也是這樣 因為他 因地上他是行十善 他守五戒 他行十善 所以他果報上他享受 我們說玉戒啊 色戒 一共二十八天呢 三戒二十八天呢 有些在修禪定 他不只行十善 他還修禪定 修禪定是通所有的宗教啊 在印度那些 不只是佛家在修禪定啊 你看一些 其他宗教 他們修禪定也都修很高的啊 他修禪定 他可以到色戒天 無色戒天 所以這幾個呢 就是呢 我們呢 要了解 那個因是在 有一個善惡的標準 你有善惡的標準 你才會得到善的果報 你沒有標準是得不到的 我的心地很好啊 我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我也是對人好啊 我應該不會有什麼錯誤 那你有什麼標準 你講不出所以然的 我們一般人只是這樣的 泛泛善善 你說你一定可以升天嗎 不一定的 因為你也曾經做過壞事的 所以這裡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那個標準 你因為有標準 我有五戒 我有十善 你更可以肯定 我沒有做什麼錯誤 而且我做了 我可以講出來 我有真的照我的戒律 我有照我佛家的規矩 或是我照我世間的 慈善的一些 一些模範啊 我有去做 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懼足戒 事故深悲 所以我們古德講啊 五戒不專人天入訣啊 你五戒不專心持好啊 到最後人天都沒有份了 再看第十三 又見眾生與無我我所生 我我所想事故深悲 這要除掉我執啊 來來深悲 我我所我就是 我這個身體 我這個身體是四大甲合的 我所就是相對於我所有的 比如說好 我所有的這個房子 車子 錢財乃至我所有的這個身體 這身體也是我所 那我們又執著有一個我 這四大的組合體呢 其實我們這邊講無我 為什麼講無我 因為我在哪裡呢 我們指不出來的 我在哪裡 你指出來給我看 你手指頭指好喔 你先不要指上面 你指這邊 假設這邊把你挖掉 你還是存在啊 你說我是這裡 你指心臟 我把你心臟挖掉 換一個人工心臟 這個心臟挖出來了 你還是在啊 你說手是我 把你切斷了 你還是在啊 這個四大甲合的呢 也一個彼此的生意組成的呢 你指不出一個地方啊 你如果說心是我 好 你只要心是你 這手腳把你拿掉 你在哪裡 你心沒有辦法產生 所以它是一個組合體 四大地水佛風所產生的 我們說不特切柔呢 因緣合合呢 我們誤認有一個我 這是我們一個根本輪迴的一個原因啊 所以你還 執著說我的什麼東西 那就會產生啊 更多的不能捨離的種種的現象 這樣呢就會生出苦惱 所以我們生出了這個悲心啊 因為他不了解這個道理啊 所以在佛呢 在開示我們呢 對這裡呢 都一直在強調要好好去呢 觀照 每天要好好去觀照 我們每天要好好去觀照 靜下來 晚上睡覺 這一天就像做夢一樣 這一天這個夢就 這個戲就演完了 這一天呢 四大甲合的身體呢 它就又在重診了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沒有一樣的 你在哪裡啊 你的血液細胞 通通在換掉了 沒有一刻是永遠一樣的 你用科學家來檢測 我們的身體細胞 你都是在太換 在改變當中 你怎麼說 昨天的我就是等於今天的我 重量也不一樣 今天又肥了一公斤 是不是 你怎麼會說一樣呢 哪一邊一樣啊 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呢 不可以生出這個執著想 要能夠呢 引導眾生 放下這個身心的執著 真正去觀照 無我 無我所 所以 要從呢 佛家的整個呢 四地十二因緣 種種的 經論上呢 來對峙我們的 執著性 因為這是無死竭來 我們的執著 我們的執著 所以我們呢 生出這個悲心 要教化眾生啊 度脫這個謎子 出離這個愛河啊 了脫生死 再看第十四 又見眾生 無定有性 流轉無有 事故生悲 這無定有性 就是無有定性 也就是說 無有定性的眾生呢 無死竭來啊 都隨境流轉 噴到善的 他就造善 噴到惡的 就造惡 流轉無有啊 就是 有時候 講呢 這個 六道 有時候講 五道 有時候會講這樣子 把奧修羅道 來分配到其他眾生 或是呢 無有 有時候會講 按照這個 為式的講 有五種種性 也可以 也可以 流轉無有 一般來講是 都可以 有時候呢 經句上呢 會講 天人地獄 惡鬼畜生 這五道 五道 講無有的比較少 那一般來會講是 天人地獄 惡鬼畜生 把奧修羅道呢 分配在 天啊 人啊 地獄啊 惡鬼畜生當中 因為天上也有些呢 很阿修羅啊 把他另外講 所以這次 經論上常常會這樣講 那眾生他沒有定性 所以在為式裡面有 無定性的 不定性的眾生 他奔到善的他就做善 奔到惡的他就做惡 那也有些定性身穩 定性圓訣 或是定性菩薩 或是一產體無性 那這些五種性呢 有時候會 會這樣子解釋 這我們 後面會再解釋啊 好 那所以生出悲 為什麼他沒有定性 我們剛才講 因為 他 不把握一個標準 善惡的標準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觀念 我們一開始學界呢 因為 你一定要把握一個善惡的標準 你修禪定 要把握一個正念跟妄念的標準 你念佛 要把握說 我心有沒有在正念意佛念佛 我沒有在正念意佛念佛 我就是在打妄想啊 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你一定要有一個標準 我們做市容工商 你要有一個業績的標準 否則你年終獎金就沒有了 是不是 我們要有業績的標準 不然主管怎麼要升你 要升等還是要降級啊 就是要有一個標準 所以為什麼呢 有初果 阿羅漢 二果 三果 四果 有初地菩薩 二地菩薩 三地菩薩 到十地菩薩 你看一定有標準的 他累積的 界定會的資料 功德 一定有一個標準 我們從凡夫到聖人也是一樣 凡夫的世界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定性 為什麼 我們從來不肯定說 應該要有一個標準 我們學佛 應該要有一個 覺悟的一個方向標準 我要像佛學 我應該要覺悟 我如果迷惑了 我迷在哪邊呢 我迷在呢 五欲當中 我迷在呢 這個色身相位處當中 我今天呢 這個呢 這個去唱歌跳舞了 沒有來聽經文化 我迷惑了 這樣就是一個標準 這樣就是一個減別 我身口的善惡的資料 哪個比較多了 不是嗎 因為所有的減別的 這個基準 在佛法裡面 你如果好好把它分析呢 其實到最後很簡單的 你看 分色法分心法 色心惡法 減別萬法 那我們分善法跟惡法 減別萬法 無際不要談 因為你不要落入無際啊 不善不惡當然也有啊 譬如說我睡覺就是無善無二 但是你要減別的是 我要行善止惡 我要正念 秉除妄念 所以我們呢 不可以當不定性的眾生啊 我們要三歸一 五戒 我們要學禪定 我要修這個法門 我不要一下子 變來變去啊 一下子 那你沒有標準呢 你不定性啊 你一下子說 我不要成佛 一下子說呢 我要成佛 你一下子又說呢 我看呢 也不一定要受戒啊 我也是做好事 一下子又說 我看呢 還是來受個戒呢 蓋個印章呢 以後有Passport啊 比較好 你的標準呢 在哪裡呢 不 你變成不定性眾生 欲善則善 欲惡你又轉啊 這樣我們還是容易輪迴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想 其實我們 也是這樣的眾生 不然我們可能 應該老早就 變成 不管定性生文 定性圓訣 定性菩薩 就OK了吧 我們就是還是會 有不標準的 時候 不定性 所以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沒有定性的時候 就容易流轉無有 欲善則善 欲惡則惡 那這樣沒有標準啊 所以我守五戒 我守菩薩戒 我最有一個標準了 這個不能做 堅決 進行受 這是不同宗教的說法 我不要去接受 我現在修這個法門 我修淨土法門 我修禪 那我就好好怎麼樣去 把他的教理基礎 我修密 那怎麼樣呢 四加行 你那個標準 你要按照那個 經教的整個總綱來修行 你不可以自己亂創 亂變 自創一格 自己解釋 這是錯誤的 所以這裡就是說 我們呢 看到眾生 這個沒有定性 有轉無有 我們生出這個悲心 再看第十五 為 又見眾生 為生老死 而更造作生老死夜 事故生悲 這是為了離開生死的夜陰 這個生老病死 這是赦生 一定要經歷的過程 讓我們的人 讓我們的人 沒有好好去觀照他 我們都會害怕的 我們會害他的 我們老病死 我們會害怕他的 老 有時候我們害怕他老 我們就買很多科學的最新化妝用品 讓他不老 你不要買錯藥了 等一下呢 你注射什麼東西 結果沒有不老 反而呢 長出隆瘡了 我們呢 要讓這個呢 頭髮不白 我們就染髮 臉皮不皺 我們就去拉皮 希望不老 其實你到最後 你要往生的時候還是老 相不相信 對不對 我們要讓他不病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他身體還是病 讓他不死更不可能 我們會害怕 可是你有沒有研究過他 從來不敢 也不敢提到死 都不敢 沒有研究他 所以 講到死 所以我們中國人啊 你看台灣啊 4號都不要 4就跟死一樣 也沒有 那個醫院都沒有4樓 這邊有沒有 general hospital沒有4樓 沒有4樓 對不對 沒有4樓啊 因為可能東方人怕死 他有4樓但是不寫4 有4樓不寫4 電梯不寫4 不寫4好像都是死樓 我如果是在死樓上呢 那不吉祥 4號不吉利 你看我們都怕他 所以這些都是呢 我們呢 眾生呢 怕死啊 顛倒 反而沒有好好面對他 你更造作的是死 老病死的業力 你哪裡有脫離生老病死呢 我們要研究他面對他 生老病死的原因在哪裡 佛法講的才對了 佛法講出了生老病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我值我愛我貪 我們造作呢 這個禍 產生這個業 受這個苦惱 所以才會有輪迴 才會有這個 老病死啊 所以十二陰年裡面呢 就是我們無敏在作祟 所以我們生出這個悲心 再看第十六 又見眾生受生辛苦 而這更造業 故事故生悲 這身心 生理上 的勞累是苦 心理上的優悲苦惱 也是苦 我們呢 看到他呢 身心的苦啊 他沒有好好呢 找到 這種快樂的方法去 醫治他 他呢 又在造業 他花多少錢啊 要醫好他的身體啊 或是心理啊 或是他要找宗教信仰啊 他又找錯了 那這些呢 或是他呢 受了身心苦惱呢 他來信佛教也好 信佛教他雖然有信仰啊 可是他又怪罪說 我信佛了也沒有把身體用好啊 我吃素了也沒有用好啊 又是又不好啊 那這樣這個信佛也沒有菩薩保佑啊 我還是不要信了 他又在造業了 有沒有這樣啊 對不對 他有時候相信了 他不知道身心的苦 根本原因在哪裡 那信佛 在心理上 我們怎樣去信仰他 改變我們心理的觀念 那你才有辦法影響你的身體 或是呢 把我們生活上的一些人 不好的一些習性要改掉 這樣才有辦法根本的 真的身心煩惱去改變他 我心理就快樂 我不會被他呢 綁住了 所以這個呢 才是我們呢 應該要學習的 而不是呢 你因為又有一個宗教信仰 或是覺得他就是 好像我的救世主了 一切交給佛陀了 一切交給觀世音菩薩了 我就沒事了 我只要念念他 一切就沒有事情了 會被這樣子嗎 你還是有事情 你念佛 你念他 那你積舉的福報之量 他 可以得到安樂 是在哪一方面的 你要了解 那我們的 生活上 工作上 人事上的一些煩惱 它的根本產生的原因 是在哪裡 我們也要了解 我們因為佛 念佛的這種加持力 讓我產生智慧 面對我生活上的 那種啟發我去解決他的智慧力 這樣才是真正的信仰 佛陀他不是說我是救世主 你來信我就OK了 佛陀他沒有這樣子講 所以我們要真正的知道說 這個身心苦惱的原因 來對峙他 來找出他的原因 把苦惱來解決 脫離他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 看到眾生這樣 我們也生出悲心 再看第17 又見眾生愛別離苦而不斷愛 事故生悲 那眾生 這邊就一樣一樣的在講 愛別離苦 這是八苦之一 我們父母、子女、六親、眷屬 這些恩愛 如果離開了 比如說戰爭、死亡 或是禮異了 或是感情不合 那你就茶不吃 飯不吃 你什麼都不想要了 你沒有辦法來會見 我們所恩愛的人 或是我們所恩愛的人 已經往生了 或是離開了 或是戰亂、走丟了 寫封信、打通電話 都沒有辦法聯絡了 我們就產生苦惱 可是我們不知道 這個苦惱就是因為 我們執著那個愛 我們很珍惜那個恩愛 我們剛才講 本來也是一種安定 我們身心的一個力量 但是你一執著它 一非常珍惜它 你又為它而受傷了 因為這個是兩面刀 兩面刀 所以我們千禪 在這個恩愛當中 所謂愛不重不生沙婆 念不易不生極樂 我們就是生在這個沙婆世界 我們不斷這個愛 所以有這個苦惱 所以我們生出這個悲 要瞭解這五場 原生原句 原生原句 那這樣我們應該要好好去體會它 要把這種心 推展到一切的眾生 不用再被這個愛情所拖累 不能夠自己 要修這個 處理這個愛慾的苦惱 再看第十八 又見眾生處無明暗 不知自然智慧登明 事故生悲 這無明就是貪嗔痴的痴 它無所明了 無所明了 所以好像黑暗的長夜一樣 所以不知道 我們的心可以點燃這種智慧 我們只要激發這個悲心 我們只要學習佛法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心中的智慧燈 打開 而且甚至可以跟佛的如來智慧一樣 我們只要相信佛法 我們這一燈 千年萬載的黑暗 我們一盞燈就破它了 我們一信佛 一照佛的方法去做 縱然無時節來 我們是輪迴受苦的黑暗無明所復必 但是今天我們信佛念佛拜佛 誦經 聽經 無法 我們產生追求聖道的光明 一下子就破除 無時節來的黑暗 我們要相信 所以 這些經典上就講 我們常念佛號 常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我們常能夠譯詞這種法的功德 常常譯詞法的功德 我們的心中就不會被這個無明禍所擾亂 我們能夠開發這個真正的悲心跟般若的智慧 因為我們實際上在聖人的智慧光明當中 我們從不管你持戒 修禪定 念佛 宋經 或是去思維法意 我們的心都不是凡夫的心 我們要了解 我們現在在這個三寶門中 所思維所運作的身心 都不是凡夫的東西 都是聖人的智慧結晶所留下來的足跡 宋經是聖人的話 拜佛是跟著佛要去學習身體 你拜他 我們思維法意 是按照聖人的法來思維 糾正我們的心 所以這樣就產生了 智慧的光明在我們凡夫痴案當中 引導走向我們正覺之道 所以我們因為眾生 他沒有這樣的訓息 我們產生悲心 希望來開發眾生的智慧明燈 但第四九 又見眾生為煩惱佛之所騷然 而不能求三媚定水 事故生悲 這個三媚 就是三摩地 就是鎮定 就是禪定 我們說念佛三媚 法華三媚 這鎮定的三媚 他有力量 你要有禪定他才有力量 這力量 他可以好像水 可以把煩惱火焦滅掉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禪定 因為我們眾生都是在散亂 昏塵當中 不是散亂就昏塵 我們的念頭沒有好好專一在一個地方 這個三媚就是要有一個所緣境 你都常常一直在所緣境上 你都專心一意地 譬如說我們修鼠息 專心一意地再注意自己的呼吸 你都不要想其他的 只是注意到你的呼吸 或是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到最後你會注意到呼吸的長短 有無 到最後會入這個呼吸的禪定當中 我們如果修念佛三媚 我們呢 不管你端坐還是邪恰弧坐 我們注意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我們的嘴巴 我們都在念佛 你的舌頭 嘴唇 你如果沒有念 你的心要想到佛 所以我們說念佛 我意佛 現前當然必定見佛 你現在在念佛三媚 你就不是在修鼠息 你不可以說我坐著 我念佛完了以後 我就入空了 不 你念佛的時候 你一定是嘴巴 舌頭 舌頭 嘴唇 在動 沒有在動的時候 你的耳朵 你的心 第六意識 還有聲音的 聲音的形象在你的心中 因為你修的是念佛三媚 有些人會想說 念佛三媚 你的心都在動 都在這個深層上 你怎麼會入禪定呢 因為出禪以上聲音就聽不到了 有些人就會這樣子講 各位 這三媚呢 有無量的三媚 你現在講的是出禪 我現在講的是念佛三媚 各位不一樣喔 出禪是共外道的 我現在講的是 大聖不適宜念佛三媚 這個我們在佛學院的時候 我們會跟那些法師 或跟那些他們講的 你要了解 我這個三媚 是大聖的常觀 不適宜三媚 所以一般人呢 他就不是 有些人學南傳的 他們也會批評 你們念佛怎麼有辦法入禪定呢 你們嘴巴都在動啊 怎麼有辦法入禪定 這些就是你教理上 你比對的都是不恰當的 所以各位我們要了解 我修三媚你要知道 我可以得到定 那你要知道這個教理 大聖不適宜三媚 他確實是從這邊入定的 而且他入定的不適宜境呢 你在出禪禪 或是你用小聖法來看 你根本看不出來的 你根本不懂的 你根本不懂的 我入念佛上面的時候 我行住坐臥都是一片佛號 而且沒有障礙的 有很多修過的人 修過的人 你看廣青老和尚 或是以前一些居士 念佛念到最後呢 在閉關的時候呢 念到最後 人家把他關起來了 他還走出去 在大殿那樣念佛 回來了 門鎖住了 我怎麼被鎖住了 那你怎麼出來的 我就念佛出來了 你念佛上面那個禪定的境界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 用小聖的禪關來比對的 所以你念佛要有信心啊 不要被人家一說 你就沒有信心 我這樣怎麼入禪定 我嘴巴都在動啊 我怎麼入禪定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你念佛的時候 你心很定 所以這個定水 先降乎我們煩惱心 煩惱心 我們修屬席也是一樣 那你就 你修了屬席 我們講 你發普離心 你修的是大聖的禪關 你如果沒有發普離心 你修了可能是落入 身文的禪關 四禪八定的禪關而已 你就要了解 這裡有不同的 所以就是你學的人 教的人 你要知道清楚 反正你又產生煩惱了 我這樣念有效嗎 佛會來接我嗎 我這樣可以入念佛三昧嗎 人家已經經歷過的人 你沒有去研究過他 所以你又產生煩惱 所以 有些是不修 產生煩惱 有些是修了 又煩惱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 所以要一直不斷地去天經文法 研究教理或是供修 清淨師長善友 來呢 把我們的所有的煩惱都熄滅掉 所以這樣呢 眾生呢 煩惱火他不知道呢 要把散亂去除掉 我們生出這個悲心 他不來學習這些呢 我們佛法真正的禪定方法 再看第二史 又見眾生為五欲惱 造無量惡 事故生悲 那這個悲心啊 前面又看到是五欲惱 前面也有講過五欲惱啊 那這邊就是不同的角度呢 來觀察 他現在觀察的是他造了無量惡惡了 前面還沒有講到造無量惡惡 只是說他沉迷在那邊 現在是他造了無量惡惡了 所以生出這個悲心了 他已經因為五欲呢 你看有些呢 因為五欲或是他身體的變化 或是你看呢 上次台灣也有講啊 這個人因為被騙了幾百萬了 情緒不好啊 情緒不好啊 就到處亂殺人也有 所以這裡就是他在造惡業了 所以生出這個悲心 或是去偷襪去搶錢啊 去殺人啊 再看第二十一 又見眾生知五欲苦 求之不喜 譬如激者失於屠販 事故生悲 這邊也是五欲的 他會要洗滅他心中的慾望 好像很飢餓的人 可是他又吃這個毒飯 他很飢餓 可是他吃的是毒飯 他想要吃飯 可是他吃的是毒飯 他一直要追求他 那這樣就好像吸毒的人 明明知道毒啊 身體會越吸越毒 越難過 可是他就越想吸 那我們一直追求五欲也是這樣 所以生出這種悲憫的心啊 再看第二十二 又見眾生處於惡事 遭止虐亡 多受苦惱 由故放逸 事故生悲 這個虐亡就指暴君 惡亡 這以前呢 帝制的時代 有惡的國亡 很壞的國亡 那這暴虐無道啊 所以他的這個 欺壓人民啊 傷害百姓啊 我們看我們中國歷史啊 或是外國歷史 也都很多暴君啊 那這樣 這些暴君呢 這些皇帝啊 這些呢 做威做虎啊 受很多苦惱 可是這些百姓 有些還是放逸的 這些百姓呢 如果皇帝 國王對我好一點 我也是很快樂 我不會覺得這皇帝 有什麼不好啊 你碰到昏君也是一樣 所以這裡啊 我們看這些 歷史呢 可以知道 那這個 這個眾生還是 還是呢 他還是迷惑的 你看那個唐草 這個唐玄宗 他本來是好皇帝 他迷了楊貴徽以後 楊貴徽呢 他愛吃荔枝呢 他怎麼樣呢 想辦法把它呢 運送到荔枝來 他就是要 楊貴徽吃荔枝而已 造了一條高速公路 造了一條 從嶺南到京城 從嶺南到直達京城的一個 快速馬路 要把南部的荔枝 運送到京城 到最後他變成昏君了 他變成不好的皇帝了 所以你在五一當中 你還是呢 放育了 你不會見到說 這個是不對的行為 當然我們現在呢 比較民主了 不會有比較這種現象 可是如果眾生是在這個二世當中 我們也覺得悲悯他 再看第二十二 又見眾生流轉八苦 不知斷除如是苦因 事故生悲 這八苦啊 這八苦啊 生老病死 愛別禮 冤真慧 求不得 五陰至聖苦 這八種苦呢 那眾生啊 他流轉在當中 不知道斷除這個苦因 斷除這個苦因 所以有時候你有福報 他比較沒有感受到八苦 西方社會大部分會這樣 因為他福報比較大 他就感不 他就是呢 有空就去滑雪 唱歌 旅行 距離 就靠到處跑 滑船 游艇 西方世界 他們就是 他沒有好像無憂無欲一樣 他身體好像好的時候都到處遊玩 他不會感到有什麼八苦 他覺得就是這樣子啊 OK啊 不能動的時候再說啊 他不會想到有苦 不會想到說要斷除這個苦因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樣其實到最後也是苦的 所以我們說有苦苦 行苦 壞苦啊 你到最後一定會得到苦的 好我們這邊再講快一點 再看第二次是 又見眾生 飢渴 寒熱不得自在 事故生悲 飢渴寒熱 有時候飢荒 有時候氣候無常啊 乾旱 或是冰荒馬亂的時候啊 那他吃不到東西啊 或是太寒太熱 那眾生呢 在這裡不得自在 他都沒有辦法得到這個食物 太冷了啊 太熱了啊 那這自然界的變化啊 逼迫他不得出離啊 那我們呢 也產生了這種悲心啊 這段第25 又見眾生 毀犯境界 當受第一惡鬼畜生 事故生悲 毀犯境界 那這個人是學火的 他學火了以後 他又去故意去犯戒 受戒了 本來是可以得到善報 結果他故意又去犯戒 就墮入惡道了 所以我們生出這個悲心呢 要呢 引導眾生 堅持境界 堅持境界 那我們呢 怎麼樣 不犯戒 或是我們犯了戒了以後 要知道怎麼樣去 懺悔 這樣我們就可以改變 這些果報了 所以你都要了解 要從持戒 要學戒 要聽戒 要學習這個法 這樣我們就還會恢復清淨 我們有過失 改過就可以了 就不會有墮入三二道的夜報了 我們再好好懺悔 什麼時候懺悔 什麼時候改過 都可以把這個 夜果把它轉變的 所以一定要 我們說呢 這個 這個 不怕念起 只怕訣詞 我們覺悟要快 覺悟什麼時候 反省懺悔 能夠 去做的話 就不怕以前的一些 惡念 或是惡業了 所以 他 因為眾生不知道 再怎麼樣去 學戒 去懺罪 去辭戒 所以產生悲心 再看 26 又見眾生設立 寿命安穩變才 不得自在 事故生悲 眾生的暴力 這四種不得自在 設立 設子身體 力子力氣 我們有個健康的身體 可是有些人 他不得自在就是他體弱多病 寿命不得自在 寿命不得自在 有些人呢 他呢 寿命不長 安穩 不得自在 這安穩就是他呢 心理上不安穩 啊 世間上不如意事啊 很多 他不安穩 他睡覺呢 都不安穩的 他工作也不安穩啊 他的婚姻也不安穩啊 等等他不安穩 便才不得安穩 他呢 眾生啊 口才不好 或是他說法 或是 他不得自在 所以我們呢 希望呢 眾生呢 這些人都能夠得到自在 乃至呢 他呢 在弘揚火法 也可以得到便才 武外 便才自在 這樣呢 我們呢 希望來救把 一切的眾生 下面呢 下面我念快一點了 下面就不多說了 因為這裡呢 有比較複雜的 我們還要再把這個集會品啊 跟這個有關的 因為這裡整個啊 菩提心跟悲心 還有發菩提心的一個整個 你的在經教上 經論上 你會有提出來 我們現在有因緣 去伸出這個悲心以後 有些經論講 你有時候會再懷疑 我是不是真的已經發出菩提心 我會不會再退啊 所以這裡呢 幽不撒接心這裡這幾段文呢 我們希望把這個 觀念呢 你先建立起來 這裡 這一次我會這邊會講比較多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裡啊 在我們在家或是出家 這些同餐 我們大家呢 學習這裡的時候呢 你會更深入 因為這裡影響我們整個 這個菩提道的資料 那佑菩薩接近的在家 對在家乃至一些 比較沒有學習過佛法的人 他講的那個細目比較多 你反而可以領受比較多 有些他講的比較總康 你反而還不會那麼深刻 他講的是很細的 很細的一個事項 你反而可以去感覺到 有因緣那個現象產生的時候 我們就要升起那個悲心 不斷的去熏修 這邊為什麼要講那麼詳細 就是那個現象是我們 凡夫世界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體會到的 我們一體會到 我們呢 剛開始還不 還不會很深切 但是我們常常在熏修的時候 我們就慢慢 深取那個深切的心 人家受傷了 我們心裡也是 也是有點呢 這種呢 被嚇到的一樣 我們伸出這種悲憫心 隨著我們呢 意念呢 佛法 意念呢 意念呢 這個經典的教室啊 我們這個心啊 越來越強 因為是要無量解 我們要無數處的 一直在增上這個心 不同的經教論典呢 用不同的角度 角度啊 一直引發 從現象界 乃至從 聖意地來 告知我們這個 普體心的 整個呢 體向用 所以 當這個如果建立起很堅固的時候啊 去做一個鬥